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国学网 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孙子兵法》第五篇冰事篇 看不见摸不着的事 我们常说呀 行事比人强 意思是说 一旦大环境定下来以后 人是无能为力了 在这句话里面 行事合二为一 而孙子把行与事分开了 什么是行啊 行是客观条件或限制 也就是实力 那么什么是事啊 在既定田蹄下 主观造势所形成的一种力量 比方二口 再简单一点 行是客观运动的物质 而是是物质的运动 举个例子 一个人下耳钓鱼 鱼是客观条件 但是如何用最小的耳 最短的时间钓出更多的鱼 则事在人为了 而这个事在人为就是主观能力 主观努力了 而这个主观条件 主观努力就是事 没有鱼 有耳没用 巧妇难为雾米之碎啊 主观条件不行 不会钓鱼 有耳 有鱼也钓不到鱼 好比打牌 俩王四个二客观条件 而打牌人的主观条件 你的牌翼怎么样 会不会打牌啊 是你的事 不会打牌 给你俩王四个二 你照样的输 所以打仗做事 必须形成行事兼备 缺不可才能取胜 而孙子在军兴篇讲了 实力 鱼 钓鱼的客观条件 没有实力 一切枉然 而在冰诗篇里面 孙子讲了如何用最小的耳 最少的时间去钓最多的鱼 也就是士 士啊 如氧气一样 看不见 摸不着 离不开 士是能量的表现 火势风势 兵势则是军队由静到动 形成的力量威势 讲一个故事来进一步理解这个道理 江太公 中国人驾驭互相 他在民间呢 是个全智全勇的人物啊 军事家 是西州的缔造者之一 并且开创了七路文化 他原来呢 是在河南 齐县 就是商朝的都城 干嘛呀 卖肉的 但志向远大 一边杀着牛 卖着肉 一边等待大展宏图的机会啊 然而到了晚年 两手握空前呢 什么也没有啊 有一天 他拾到肉铺 来到一个河边来钓鱼 钓鱼打发时间 他天天如此啊 结果遇上了 周文王鸡昌 鸡昌 鸡昌也是闲着 鸡昌爱旅游啊 从漆昌跨过来了 一看他有个老头 在钓鱼 还没有鱼钩 聊起来 聊了两句之后说 哎呦 这老头 不得了啊 言语不凡 必是高人 于是半位台师 从此啊 周文王鸡昌与江泰公谈兵论道 有一天 江泰公啊 和周文王又开始聊起来了 江泰公说 只鸟将鸡 卑飞脸仪 猛兽江伯 弥尔伏伏 圣人将冬 必有鱼锁 江泰公对文王说 您知道鸣啊 在铺鸡的时候 为什么要屈身收敛这个翅膀吗 您知道猛兽 在要匍服 他的猎物的时候 为什么要竖起耳朵 踏下身着捏手捏脚吗 您知道 为什么会打仗的人 在攻击前总是要谨慎小心吗 为什么呢 江泰公趁着周文王一迟疑 他自问自答 雄鹰收敛翅膀 是为了准备搏击长空 猛兽伏下身子屏住呼吸 苏其耳朵捏手捏脚 前进是为了捕获猎物 做好冲击前的准备 同样 江领们在发起攻击之前 也要装着根本不会打仗的样子 还怕谨慎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条件 或者胎务 或者胎务 而江太公在这里讲的条件和胎务 就是孙老先生孙武所讲的事 从行片我们知道行就实力而言 看得见摸得着 很客观很明显 你有多少人 你有多少钱 多少包 多少飞机 多少档客 一目了 一目了然 死鹰的爪子 死鹰的爪子 不是猎物才能望风而逃 那这种静态变动态的动能就是事 它的特点 你看不见 摸不着离不开 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离不开 所以由此看来 行是事的基础 事是行的发挥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既然事如此重要 孙老先生是怎么告诉我们 如何发挥事的作用啊 孙子在宾诗篇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 翻译成现在汉语 治理大军团就像治理小部队一样有效 为什么 因为它有了合理的组织结构编制的原因 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和指挥人数少的军队 都一样得心应手 是因为有了指挥作战的工具和信号联络的原因 三军 即便是四面树敌 而立于不败之地 是因为他们正确的运用击正的原理 同样 一旦发起进攻 就要像石头砸鸡蛋一样 逆入反掌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以实积蓄的道理 那么在这里 孙子提出的造势四原则 分数 行明 机正虚实 而这四原则 是要人去发挥 去做大 而这几个原则 在战争之外领域 都非常适用 是 就是执行力 上面有个直 下面是个力量力 而执行力 不就人的主观能动性 那么孙子的四原则 究竟怎么能够去发挥呢 我们下次再说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